美國10年債息再創近4年新高 一個二個都說股災打到來 不用怕,有圖有真相 新債王說過 美債10年息見3厘 股市會被震散 但未到3厘,美股已經散了 是否反應過敏呢? 吸引力會增加一些 到時候可能有些資金會浪回 債券市場也不出奇 我覺得不需要這麼快 有個很明顯的股災優待 至少就算現在的話 見到長債息 債息方面都未出現過倒掛 他所說的債息倒掛 即是短期息高於長期息 過去兩次股災確實見過 暫時未出現 但近日美式秋升速度之快 不排除客怕市場 一直長期享受低息企業 怕融資成本急升影響 公用能源資源股首當其衝 另外債息升意味著債價急跌 債勸投資者選手引發負財富效應 去年湧入債市的3500億美元 破紀錄資金 撤出之後會否入股市 投資界相當關注 傳統上資金撤出債市 推高債息 美股會同步升 2009年那一陣就最明顯了 10年息8個月內 由2.9%升到近4厘 期間標普500升足75% 綜合過去8次美式秋升期間 標普500平均升幅都有2成 再看股息率是否足以吸引資金 由債轉股都很重要的 過去10年 股票股息率平均高於債息1厘至1.5厘 但看圖就知 近期兩年期債息不斷升到2厘流上 相反標普500的股息率就跌穿了1.8厘 證明股票又真係少些吸引力 當然債轉股定係股債雙殺 好大程度要看經濟前景 影響到聯儲局加息步伐 另外還有稅改引發的財赤問題 會否繼續觸發美債被拋售